陷入绝境的悟空终于看出黄金状态弗力萨的弱点 开始主防御少进攻与之打十九战 弗力萨将以往所受的委屈全都化成怒火疯狂向悟空倾斜 就这样悟空一直挨打在挨打 但随时间推进弗力萨再次轰出拳头时悟空已经可以用头挡住 没错虽然黄金状态无比强势但终究消耗过于庞大 一直保存实力的悟空此时胜举已定 得知重计的弗力萨大骂悟空卑鄙再次一拳打出 可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悟空并没选择杀他而是取消超兰让他快滚出地球 谁知这一怜悯和放松将铸成大错 身体被贯穿后悟空被弗力萨疯狂揉灭 而就在弗力萨下手时突然一发光波打来 一直观战的贝吉塔终于上场 大骂悟空笨蛋维斯都提醒多少遍了还犯错 见悟空还黑黑的笑台一脚将之踢飞 王子不偏不倚的将弗力萨帮波打到他手下身上 又转头看看悟空已经吃鲜豆复原 淡淡说作为救你的代价这有趣的对手就归我了 见此弗力萨不屑凭你小子还想与我对抗 可贝吉塔自信一笑蓝色气息随之从身体爆开 翠蓝的外壳快速从身体剥落他竟然也能变成超蓝 悟空实在佩服要知道他自己还是靠大家力量才进界的 而贝吉塔独自就修到了这个程度 弗力萨疯了似的向前疯狂打出光波 而这对王子都是毛毛与轻松全部拍废 他可不像悟空那样心慈熟了 弗力萨真的不服竟然要败给曾经手下的一条走狗 就这样暴揍再次开始 而弗力萨就像愤怒小强被打飞后依旧回身反击 却再次被一脚崩开 随后王子瞬间接近狠狠将之打上天空 这下就算是蟑螂也被打怕了 并且黄金状态也消失了 不甘心实在不甘心我堂堂大王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贝吉塔淡淡剧出光波瞄准你已经是过去式了 不要再复活了 可怜的地球瞬间四分五裂爆炸开来 被维斯保护的大家一阵发猛 悟犯呆呆念叨比迪利和孩子 克林也被挨18号和孩子 最自责的还是悟空如果自己刚才直接把弗利萨解决掉就好 那就再回到刚才把比鲁斯突然说 原来维斯拥有一种强大技能可以时间到有 不过告诉悟空这次再手软那就真没办法 克阿 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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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摸